云林沿海盛产五子西瓜 目前外销制度规定五子西瓜外销 要凭产地农会供瓜证明才能够报关出口 而有子西瓜外销就不需要 外销商最近借此拒绝以五块钱的约定外销产价收购 而在产外杀价 瓜农只好把已经收成的五子西瓜以三块钱左右的建价出售 外销商在把建价购得的五子西瓜贴上有子西瓜的标签闯关外销 严重侵害瓜农的权益 同时也反映出外销制度上的漏洞 有关单位应该尽快设法解决